晚一点就能看到了 还是三位同学 黄子诚进入了教室 好像有黄子诚的这次 大家只要认真去完成就可以了 认真完成 总有一次相信会到你 我看陆续的慢慢有人开始进来了 起了一晚上 这么棒 很好 但是我们每次选的有限 每次只能选三位 所以虽然有很多同学都写得很好 但是你不一定在这次选上 你坚持写 相信你下一次下下次 所有一次会选到你 首先表扬你写了一晚上 很认真 这一点本身就已经值得表扬了 大家去读《红楼梦》 现在感觉读得下去吗 《红楼梦》读得下去吗 我们这个班好安静 我都有点不适应 王进群 读得下去 大家在读《红楼梦》的时候都在读什么 在读他的情节 情节故事 还是在关注他的人物 还是在关注什么 你在读《红楼梦》的时候 你在读《红楼梦》的时候 你重点在关注什么 人物 重点关注人物 还有情节 有的同学是关注人物 有的同学关注情节 是吧 还有其他的吗 还要会关注别的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 他描写的那些 我这个人长什么样 穿什么衣服 看到大家吃的是什么 喝的是什么 穿的是什么 用的是什么 准备一大堆描写 有人关注吗 王进群 你是同学的名字叫王进群 还是家长 是你自己的名字吗 还是你家长的名字 因为有好多同学的这个名字是用的家长 自己的王进群同学那你不错 那可以 很多人读这个小说的时候 尤其读《红楼梦》的时候 对里面的那一大堆描写 又是什么什么袖 对吧 就是贾宝玉那个袖子 我们看一看 他的这个袖子就很有意思 我们在这里面有写 我给你找一段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看这个 身上穿着 这还不是贾宝玉 这是王西凤 身上穿着 这是铝金吗 应该是漏金吧 百叠 穿花 大红 羊断 窄银 凹 全都是这种 是吧 包括贾宝玉也是 你看贾宝玉的这个 出场的时候的这个穿着 头上戴着 我们今天一般说 头上戴了一个黄帽子 是吧 头上戴着 束发 欠宝 紫金冠 这还算短的 贾宝玉的袖子叫做 身穿一件 二色金百叠 这个叫二色金百叠 穿花大红 剑袖 外边照的是 石青 起花 八团 窝断 排碎 罐 就这些 这些很多同学说 看到这就崩溃了 说这个 写个穿着 写成这个样子 至于的 这是很多人 读《红楼梦》的时候的 一个疑惑 不知道大家平时看的时候 会不会看这些东西 王建全是个男同学 女同学 今天说是美学 你是男同学 男同学 男同学 男同学看这个的很少 不多 说明你心思很细腻 我同意浅浅刚才的说法 说是美学 我觉得有这方面 其实怎么说 就是审美 就是审美 这个一会咱们具体讲到的时候 今天可能会讲到一点点 讲到的时候再跟大家说 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 有人说古代衣服有讲究 有讲究是一方面 有讲究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确实是有美学特点 还有就是他的文学特点 其实这里边都有 杨嘉诚说会想象 这个想象他长什么样是吧 有的 有的不好想象 有的他写的那么细 有的写的特别细 你感觉好像想起来想象的很痛苦 今天我们把很多东西失去了 比如颜色不同衣服文式的说法 是的 是的 是这样 这个是有原因的 这个是有原因 最早的那些带着文饰 带着这些东西 其实本质上衣服 它本质上除了说可以预寒之外 它还是一个礼 它还是一种礼的表现 穿衣 然后你的用的东西 都是礼的表现 后来我们不太讲究这些了 所以就没有了 只有在很隆重的场合 有些很传统的时候 很隆重的场合 大家才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 好了 时间到了 我们正好开始今天的这场分享 那么我们今天跟我们下一周一起读 我放在这个课件上的这一大段 我在里边挑了六个部分 大概是六个部分 我们一起来读 那我们这两次呢 有重要的主题 这个重要主题就是戴玉进甲府和保代初会 那为什么说这个主题非常重要呢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咱们读了这个第一回第二回 我们简单就清楚说这个《红楼梦》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保代的爱情故事 对不对 当然里边最后还出现一个人叫差 就是这个保差 所以他是以保玉 戴玉 保差 之间的这个感情故事 为主线展开的 这样的一个小说呢 最重要的男主角 保玉 女主角 女一号戴玉 女二号保差 他们三个人什么时候出场 是很关键的 这个就跟你自己去写一个故事 去编一个故事 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去写一个小说 我们一定要在乎的是男主角什么时候出场 有的不会写小说的 男主角一上来就出场 这种就是这个小说就不太耐看 上来就是男主角 对吧 很多你看这个写的写作水平不是很高的 有一些网文上来就是男主角 第一句话就是男主角 上来就是这人穿越了 然后就可以写他 就不太有意思 不太有艺术性 这个男主角女主角的出现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说在一个小说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人物 那人物当中的男一号女一号 这个主角在什么场景下出现 是很关键的 《红龙梦》这本书呢 第一回第二回讲了它的大的背景 讲了前世的男主角和女一号的 女主角的这个音乐 叫牧师前萌 但是在这一辈子两个人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相见 按理说我们看完第一回第二回 我们是不知道的 而且在第一回第二回当中呢 我们读完了之后 大概能够猜出来 就是那个神鹰侍者和那个石头 因为那个石头是跟着神鹰侍者走了吗 然后就是他下凡的时候 投胎成为的那个小孩 应该就是上一次咱们读到棱子兴 给贾雨村讲的 说贾府当中生下了一个公子 是贾政的第二个儿子 生下来之后就含了一块玉 然后说这个小孩呢 特别喜欢跟小姑娘一起玩 抓粥的时候抓了一堆粉拆 这些东西 大家觉得他不务正业 那我们就可以猜说这个人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这个石头 或者说是这个神鹰侍者的下凡 但是同时呢 在第一回第二回当中 我们还读到了一个 就是说跟着神鹰侍者一起下凡的 还有一堆人 其中有一个是跟神鹰侍者有关系的 叫降猪仙草 降猪仙草 后来修成了女体 就变成了一个女的 叫降猪仙子 所以他去下凡 跟着神鹰侍者一起 他说我要去还类 对不对 他说我要去报恩的 我要把这个仪式的眼泪还给他 那么这里边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咱们就要想说 但这个小说接下来会怎么去写 这个还类的这个降猪仙子 最后会投胎成为谁 当然如果你读过红楼梦 你知道他就是黛玉 但是你没读过的时候 你怎么能知道 怎么这个能够让读者对吧 在第一次读的时候意识到 这个黛玉跟宝玉的关系是不一般的 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包括前面我们前两回呢 讲到了甲府 但是这个甲府是在冷子星口中的甲府 说这个甲府是什么样子 但是具体啊 他里边的这个情形 里边的这些人到底怎么出场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这周啊 一上来先来读的这个部分 叫黛玉进甲府 黛玉进甲府 其实就是把黛玉和宝玉 联系起来的最重要的事件 因为黛玉前面在扬州 黛玉在扬州 这个宝玉他们甲家呢 在金陵 放在今天相当于说在南京 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怎么能够揭开这个 他们之间的故事 怎么能够揭开甲府的面貌 所以他使用了一个 特别重要的事件 叫做黛玉进甲府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去想啊 就是如果我们去写这个故事 我们要去写黛玉进甲府这个故事 我们需要写些什么 比方说第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黛玉要进甲府 这是不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想要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放在从今天开始 我可能就会跟你们讲一些小说写作之间的东西 你们现在问我说在第几页 不要管在第几页 你现在在直播分享的时候 你就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在直播的课件上 回去之后你再去看书 现在书你可以不用打开 好吧 你就跟我一起把你的注意力 集中在我讲的东西上就可以了 因为我都把文章放上来了 所以你现在听是不需要去看书的 从今天开始呢 我会告诉你们 我会跟你们一起去分析一些小说写作 情节的走向 人物怎么去表现这些东西 那我们要去把这个黛玉进甲府 这个故事写好的话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黛玉要进甲府 你必须要给黛玉一个进甲府的理由 对吗 要给他这样一个理由 那前面两回其实已经有铺垫了 这个铺垫是什么呢 那就是黛玉的妈妈死了 她的母亲 叫甲敏 去世了 这个是不是就有可能成为黛玉进甲府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对不对 妈妈没了 然后把这个小女儿送过去 但是如果只是这一个的话 只是这一个理由的话呢 好像还不足以让黛玉必须进甲府 让你妈妈去世了 你也可以去奶奶家去爷爷家 或者说跟着爸爸在一起也挺好 所以我们要去想一个问题 就是黛玉要进甲府还可能有什么理由 在这个故事里面 她就必须要再给你新的理由 就是一定要让黛玉去塑造各种各样的理由 让黛玉必须要到甲府里去 这是我们要去想的一个问题 想明白了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就可以跟着黛玉一起到甲府 然后看一看甲府是什么样子 然后最后再把保育引出来 两个人就一见面 是不是小时候就可以往下走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往后看 她是怎么讲的呢 她前面讲到棱子星跟甲玉村两个人聊天 说跟甲玉村说你就可以回去求一求林如海 对吧 然后让他帮你跟甲家说说好话 然后回去可以官复原职 或者托个什么好差事 结果这个书里边就写 这个甲玉村就去找林如海聊天 说我想回去了 我想去南京了 但是这个时候 他没有明确的提说 你在南京是不是有一亲戚特厉害 可以帮帮我 他没有讲 结果如海 林如海就说 说凑巧了 为什么凑巧了呢 建京就是指自己的对自己妻子的这个称呼啊 说因为我妻子去世了 都中加岳母 你注意他讲的是谁 他讲的是他的丈母娘 他的岳母 也就是甲敏的妈妈 老太太 这里面叫甲府的老太太叫史太君 对不对 也就是甲母 他说这老太太呢 念及小女无人一棒教育 前已遣了男女传之来接 只因小女未曾大权 故未成行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 林黛玉母亲去世的时候 他的姥姥就已经派人过来接他 只不过呢 刚好是林黛玉 因为妈妈去世很伤心 生病了 所以还没来得及走 现在这个病刚刚好了 准备走 所以这里边就告诉了你说 第二个他要去甲府的重要理由 就是甲母派人来接 对不对 就甲母派人来接你了 所以你要去就很正常 那我们通过这一件事情也知道 这个甲母 实际上他的威势 他说话的这个分量是很重的 因为正常情况下 我们说林如海的身份 已经是一个巡言御史了 已经这个地位比较高了 按理说一普通老太太不太会 能够调动他说 把这个女儿送到他家里去 那甲母一派人来呢 就感觉说这个甲母的位置 这个地位 甲家的地位是很高的 至少在巡言御史林如海之上 而且还能看出什么来呢 说派了男女传之来接 把男女派来也就罢了 船一起派来 所以可以看出甲家 家大业大 对不对 就这些细节是我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去读的 你们要明白说 哇这个小小的细节 其实已经告诉你 甲家是一个家大业大的家族 而且很有威势 所以在林如海的妻子一去世 马上派人过去把这个小女儿接回来 这里边呢 就是这个林如海跟甲雨村讲了 说那你正好就跟他一起 结果甲雨村就一边说好 没问题 没问题 一边又问到说 不知另亲大人现居何止 他问了个问题 他说那你在京的那个亲戚 到底是谁 是个什么官 实际上这些问题 在前面甲雨村跟棱子星聊天的时候 棱子星已经跟他讲过一遍 在这里他为什么要再问一遍 你要去想这个问题 如果不看后面 我们可能觉得说这个人很虚伪 他明明已经知道 他的亲戚在京城搜特别大的官 但是他还是要问 还是要假装自己不知道 好像说明明是 其实是我来求你帮忙 感觉好像变成你来求我帮忙 我什么都不知道 对不对 变成这么一个感觉 但如果你往后看 你会发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林入海讲完 说我那几个哥哥也都是姓贾的 跟你是同系的同谱的 然后一个是贾舍自恩侯 县袭一等将军 还有一个是贾政自存州 然后现任公布园外郎 宇村听完心下方信了子星之眼 于是又信了又谢了林入海 就是讲到这里 你会发现说贾宇村 前面跟这个冷子星两个人聊了半天 虽然冷子星跟贾宇村讲的时候 贾宇村说好好对对对 特别牛特别厉害 但其实他心里面并不是全信 对吧 就只有等到林入海亲自给他讲完这个之后 他才相信冷子星讲的这些话 说明这个贾宇村是个非常事故圆滑的人 是不是通过这一个事你就知道贾宇村事故圆滑 就是别人给他出了个主意 结果他就来了 结果他来的时候明明是要求林入海帮忙 说能不能够让你京城的大官亲戚 给我推荐一下 结果林入海跟他一 他没等开口 林入海一讲说我正好有一事 对吧 你不是要回京吗 我正好有一事啊 我的这个女儿也要到京里去 你要不顺道对吧 你护送他一下 我也放心 这俩事就并成一个事了 结果贾宇村立刻转换了一个说法 说可以 不知道你这个亲戚是谁啊 就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是来跟你告别的 你看很事故很圆滑 而且了解完了之后说哦搞了半天 冷子星给他的信息是真的啊 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才会真正的相信冷子星说那些话 然后又过来写林入海啊 所以通过这个小细节我们就知道贾宇村是一个事故圆滑 对不对 很事故很圆滑 然后林入海就说什么时候走呢 说这个初二我们就走啊你们就一起啊 宇村唯唯听命心中十分得意 这八个字啊又能看出来贾宇村的特点 唯唯听命没问题没问题 好好好表面上是非常的客气 但是心里面十分得意 对吧 他觉得哎 为什么十分得意 得到便宜了对吗 啊就是觉得说 一个特好的事 出现 因为他能够跟着这个 黛玉一起去的话 相当于有功劳啊 有护送之功啊 那那他这一去京城里边的这亲戚这个贾政啊 假设啊 他们肯定就对他更照顾啊 这层关系又不一样 跟你自己去 我就拿了封信 拿了封介绍信啊 那那那我猜谁是谁家做家庭教室 人家给我写了封信 和你直接把人带过去 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贾宇村唯唯听命心中十分得意 然后林如海呢 就打点礼物 践行 贾宇村也不客气 一一就领了 好后边呢就要讲到林黛玉了啊 因为你知道林黛玉在整个这个红楼网当中是一号女主对吧 一号女主角 那这个女孩怎么去写他前面其实他一直没有正面出场 一直只告诉你说有一个小孩叫黛玉 小时候也读书 而是生病啊 然后妈妈去世了的哭身体不好 现在黛玉要真正出场 他一出场的时候 他首先告诉你的是黛玉想不想去呢 黛玉是不想去的 他一上来就告诉你黛玉不想去 为什么不想去 我们看啊 身体方域就是刚刚好 身体刚好转 不忍气腹而亡 就你想他的妈妈已经没了 他现在想说要再离开他的父亲 对吧 他心里边也不开心 也不想让父亲跟他分开 但是无奈 他的外祖母执意要他去 你注意这句话 就证明他的外祖母的权势是很大的 如果他的外祖母是个普通老太太 外祖母执意要他去 在他和父亲两个人感情上不舍得分开的时候 他是可以选择不去 但是这里边有两个字 叫无奈 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个红楼梦写的好的地方 很多东西他还没有明着给你写 但是已经在前边不停的铺垫暗示 那甲府现在还没出来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甲府不简单 而且知道甲母不简单 这个甲母手中一定是很有诠释的 这老太太对不对 熏烟浴室一句话 这个熏烟浴室就必须得干 而且这个女学生 这个小孩林黛玉也必须得娶 这时候他爸爸也劝他 他爸爸说 我已经年纪半百了 我也不再娶了 你又多病 年纪又小 上了没有亲妈交 下面也没有姊妹兄弟 对吧 之前说有一个三岁的小孩也死了 现在一棒外祖母鸡就是姊妹去 所以他这里用了一个词叫一棒 什么叫一棒 就是棒别人大腿 依靠别人的意思 所以你想这个黛玉从一开始出场的时候 他的这个绅士就是可怜的 是不是绅士很可怜 因为当时我们讲了他才几岁年 他才六岁 六岁丧母 然后接下来他要做一件事情叫寄人篱下 这就是黛玉的可怜之处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黛玉这个性格 并不是完全由他天生的 跟他后来的种种的遭遇也是有关系 黛玉这种敏感 这种多愁 对不对 从小就童年不幸福 六岁丧母完事就要寄人篱下 然后他爸爸就说你正好捡我内顾之忧 你怎么还不去呢 黛玉听了撒泪拜别 这个四个字是林黛玉在《红楼梦》当中出场 所做的第一个动作 前面从来没有写林黛玉的具体动作是什么 第一个动作就是这四个字 叫撒泪拜别 这四个字 基本上就是林黛玉的宿命 这我们知道林黛玉其实就是那个前边讲的那个降诸仙子 对不对 他说我是回来干什么的 还他一世的眼泪 这还他一世的眼泪里边就有两个词 一个叫撒泪 一个叫告别 叫离别 所以从头到尾他都是带着泪水 从一出场的时候 一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动作就是撒泪拜别自己的父亲 最后一个动作是撒泪辞别自己的爱人 对吧 就是这个泪尽而是 就告别了贾宝玉 所以通过这个地方你就看出来 《红楼梦》这本书写的这个非常的精巧 非常的惊喜 林黛玉这时候就跟他爸爸告别了 然后你看他怎么走呢 因为其实每个句子如果你是这个作者 你都有无数种写法 这时候我们会怎么写林黛玉 我们可能写林黛玉撒泪告别 然后就跟着他的外祖母派来的几个人走了 然后你看他是怎么写的 跟着奶娘 这是他自己家的人奶妈 对吧 即荣府中几个老妇人登舟而去 我们前面讲到贾府 实际上有这个有宁国府 有荣国府 但是从前边这个棱子兴的话里边讲 是宁国府不如荣国府厉害 贾母呢本身也是荣国府的 这个时候就告你说 荣国府里边派来了几个老太太 然后带着黛玉就这么走了 有几个老妇人是从荣国府来的 而奶妈是他自己家里的 登舟而去坐上小船走了 好这是给大家放出来的第一段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 大家就要这么去想 就是几个基本的问题思考的方向 第一个 这个小说的情节要怎么开着 才是更巧妙的 比方说我们都知道黛玉要进贾府 但是用什么样的理由让黛玉去贾府 对吧 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人物的塑造 每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物形象 怎么用他的说的话 他做的事情表现出这个人的特点 所以我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 其实不仅仅是在看这个故事的发展 也不仅仅是在看说他讲了个 这个什么曲什么词 对吧 用了哪个字 这不是我们重点要去看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去想 这个情节为什么这么走 巧妙在哪里 以及说 他的人物设定是什么样子 人物和情节永远是交互的 交融在一起 后面就要去写 林黛玉跟着荣府派来的老太太们 一起去贾府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林黛玉是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我们知道是林黛玉 他的一些外在的条件 比如说 他其实也读过书 对吧 然后家里边的条件也还不错 知书达理 但同时呢 林黛玉的身体很差 身体不好 又比较可怜 六岁母亲就没了 然后又寄人离下 他跟着走 但是对于林黛玉这个人的性格 这时候我们还是看不出来 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活泼的还是内向的 是是这个想的多的还是想的少的 我们是不知道 所以在下一个段落当中啊 就开始表现 林黛玉这个姑娘是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很多同学 我为什么说你不要轻易的去看这个电视剧来判断红楼梦呢 因为演电视剧的话 你得找演员 你像林黛玉六岁丧母 他去甲府的这个年纪 也就是六岁七岁的样子 林黛玉比甲宝玉大 小一岁 甲宝玉也就是七八岁 林黛玉就是六七岁 称此七岁 对不对 因为母亲这六岁就去世了 然后休息了一段 然后跟着这个甲玉村就走了 你找这么一六岁小孩来演 演不出林黛玉那个样子 所以在很多电视剧当中 他找的都是成年人 所以导致大家都以为 黛玉进甲府的时候是个成年人 其实并不是 黛玉是个小孩 包括宝玉出场 宝玉也是个小孩 你这样才能理解 他们为什么做出这些行为来 要不然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后边写宝玉衰玉 这是个正常人吗 感觉这人脑子出问题了 别人跟你说 你这个好东西 只有你有 我们都没有 他挂了就把这东西摔了 然后就开始哭 这哪是个正常人 这只有小孩能够干得出来 对吧 七八岁我们就觉得很正常 然后一哄又好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明白他这个时候其实只有六岁七岁的样子 放在今天就是咱们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 很可怜 但是看后面的文字我们就发现这个一年级小朋友不简单 他的整个的这个思路很清晰 想问题想的很明白 就是这就是后面对他的一个描述 对吧 叫心比比干多一窍 他说他简直比这个比干还要聪明 那比干是说商周王那个时候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说林黛玉很聪明 从哪里看出来呢 我们看他后面的行为 就能看出这个小姑娘非常聪明 好我们来看 说他坐了船完事之后呢 过了江上了岸 上了岸之后就有立刻就有啊 刚刚登岸的时候就有了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和拉行李的车辆等候了很久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荣国府是不是一直没有出场 他只出现在哪里 两个地方 一个是别人的口中 棱子星讲荣国府多多多多厉害 这个贾雨村说谁不知道他们家 他们家怎么不知道 然后林如海说他们家特厉害 这个老大是一等将军 老二是这个公布员外郎 这是一直是别人讲的 这是一种 还有一类是什么呢 就是从侧面写 就比如说荣国府已经派了一堆人来 并且派了船来接邻带遇 你就知道这个荣国府绝对很厉害 大老远的把船都派来了 把人都派来了 对不对 然后再就是这种 比如说刚刚这句 刚刚一登案就已经发现 已经等了很久的车子 轿子都停在旁边 所以这个时候荣国府还没有 就是贾府还没有正儿八经儿开始描写 但是荣国府已经给我们充分的铺垫和想象 说哇 这得是一个怎样的大家族 多厉害 然后我们来看林黛玉 林黛玉常听见母亲说过 这几个字 很多人读《红楼梦》的时候不会注意 我现在先把它点出来 你后面读到的时候你就有意识 林黛玉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聪明 为什么这么聪明 当然有人说的遗传基因好 小时候发育的好 等等 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林黛玉虽然年纪小 但是他经常跟他的母亲两个人聊天 他母亲跟他什么都讲 所以这个小孩从小就 心里边就很明白 很多事都跟大人一样 想得很清楚 对吧 这人情世故知道的不少 尤其是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些关系 他母亲经常跟他讲 所以你注意在这里边提到了这几个字 叫常听母亲说 这个妈妈就跟他讲了很多东西 那你要注意他的妈妈是谁呢 我们前面讲他的妈妈就是贾米 为什么他的妈妈能够知道这么多 很简单 他的母亲就是贾府上出来的 所以这个人情世故 方方面面这些东西 他的母亲其实在贾府当中 从小历练的出来了之后嫁出来了 他母亲知道的是特别多 这仍然是一个很很小的细节 但是仍然从侧面告诉我们 这个贾府是个大家族 他里边这些人很不相同 很不一般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 说这个母亲曾经跟黛玉讲 说他的外祖母跟别家不一样 这是姥姥家跟别的家族不一样 别的家族也是大家族 按理说巡烟玉史 这关够飞的 我们上一次讲到林如海 是吧 家里边也是 那也是大家族出身 也很厉害 但是他慢慢讲说 外祖母家跟你见到的所有的家都不一样 然后林黛玉说 从哪个地方 我就发现确实不一样 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的仆妇 也就是说 贾家派来接林黛玉的这些仆人 这些老太太 这个叫什么 几个老妇人 对不对 是第三等 但是林黛玉就发现说 哪怕是这样的人 在贾府当中可能是最低等的吓人了 他们的吃穿用度已经不凡 这是在谁的眼睛里看出来的呢 这是在林黛玉的眼睛里看出来 你要知道林黛玉本身是林府上的小姐 云烟玉史的女儿 她都觉得贾府上出来的三等仆人 吃的穿的用的 哎呦 用这么好 对不对 感觉啊 这个另个包都是LV 是吧 都是名牌 就全是这种 这不说这个家族 你想得富成什么样 得扩成什么样子 就这个感觉 所以通过这个 其实又是在讲 贾府特别特别的荣耀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还能通过这个看出来 林黛玉 绝对是一个心里边想的非常多的女孩 就是她非常的细腻 心思极其细腻 你通过这个能不能看出来 戴玉的心思细腻啊 因为你想一个六岁的小孩 他能够通过看来接他的人的吃穿用 然后他反过来想到说哎呦 我这姥姥家挺厉害 六岁的小孩 能够想到这些 能够通过这个来接他的人的吃穿打扮的东西 对吧 能够推测出他的姥姥家 然后想到他的外祖母的这些 这个他的母亲当年给他介绍了他外祖母家的这些不同 说明他的心思是非常细腻 这就是林黛玉这个小孩很聪明 这个聪明不是说我会打脑筋急软弯这种聪明 而是观察很仔细 看到一些端腻 马上回过头来就想到一些背后的东西 对吧 这个就叫做心思细腻灵巧 所以他说 一我经常听母亲说 二我亲眼见到了 但不是见到了贾府 是见到了贾府出来的几个下人 发现就连他们都非常的与众不同 那现在我马上就要真的到贾府去了 所以林黛玉这个时候步步留心 时时在意 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 多行一步路 林黛玉说一句话不多说 一步路不多走 为什么呢 后面有句叫做生怕被别人耻笑 所以通过这一句 你知道林黛玉是个什么样的 你觉得林黛玉是个什么样的 步步留心时时在意 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 多行一步路 生怕被别人耻笑 通过这 你觉得 现在表现出来的黛玉是个什么样的人 很好 一敏感 非常的敏感 或者我们前面讲的这句话叫心思细腻 还有一句叫什么 是不是就是林黛玉是个非常要强的人 能不能看出来这一点 能不能看出来他的敏感和要强这两个特点 对吗 刚才我们分析了他的心思的细腻 这就不说了 步步留心时时在意 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 多行一步路 后边专门交代了一句 为什么 怕被别人耻笑 黛玉是一个很要强的 这两个词 在后面黛玉的种种行为当中都是会体现出来的 他跟宝玉吵架也好 他自己哭也好 很多东西都体验出他的这两个特点 叫敏感和要强 你们怎么突然想到了戒穿龙之介了 敏感要强 好 我们接着往后看 你看这样的一个女孩 接着到贾府里来 然后完事呢 你知道其实讲到这里 基本上这个故事就已经定型了 这是什么定型呢 就是你想这样的一个女孩 她的身世经历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我们刚刚写过 六岁丧母 然后要寄人篱下 完事这个人还是个敏感又要强的人 你觉得他的结局会好吗 他的结局会好吗 你想吧 你这两个条件只要但凡少一个 我觉得都还好 一种叫寄人篱下 但是哎呀脸皮厚得很 你说过几句 我就不当回事 我也没觉得怎么定 对吧 反正每天吃的饱穿的暖就行 或者我天生就很乐观 还有很阳光 我不觉得有什么 这种也可以 或者是你没有上面这个 你说我敏感要强 但是我呢 家里边财大气粗 对吧 我背后有人撑腰 也可以 但你偏偏是一个寄人篱下 孤苦伶仃 后边他老爹又死了 然后呢 你又敏感要强的人 你这是不是有的是罪受啊 在后面 人家首先你寄人篱下 完事孤苦伶仃 背后没人撑腰 别人是不是都不会高看你一眼 其次完事人家稍微对你有点什么意见 你马上就感觉到了 完事你又很要强 你就 又不愿意表达 又不说 这就是林黛玉的性格悲剧啊 到最后他一定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那好 这是从他一开始出场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能分析出来很多东西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我说你们读书 不是去啊 这个看这个故事 说哎呀黛玉进家福了 哎呀黛玉进宝玉了啊 黛玉见宝玉了 他怎么怎么着 不是光去看这个故事 光去看故事 是写不成小说的 你去看小说的时候 你要仔细的留意 他里边的每一个细节 然后你要去想 作者为什么要怎么写 他这么写是想去表现什么 通过这个我们看出这个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情节在往什么方向走 好 那我们继续往后看啊 说从黛玉上了教 进到城里 他就开始看了 后边呢 他就要去写甲府就要出场了 你知道在整个的红楼梦当中 甲府是最主要的故事发生的地点 那这个地方的出场 怎么去写它 依然是通过黛玉进甲府 用黛玉的眼睛看到这个甲府的辉煌 甲府的与动不同 所以他里边就写黛玉在轿子里边 怎么从纱窗外边瞧一瞧 隔着纱窗瞧一瞧 对吧 然后这个怎么看到跟别人别的地方不一样 走了半天突然看到街北顿了两个大狮狮子啊 而是呢又不从正门走只从侧门走 他就想说这就是我外祖父的掌房了 就是这个宁国府啊 然后再往后走又是三间大门 然后就到了容国府也是不进正门只进西角门 然后呢 教夫抬进去走了一射之地啊 将转弯二的时候歇下来退出去了 后边的婆子们都吓了叫赶过来 另外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 十七八岁的小丝上来再抬着轿子 这里也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细节 就是教夫抬进去到转弯的时候 为什么不抬了 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的小丝上来抬轿子 大家怎么想 为什么 就是你说我吃饱了撑的 我从这个岸边啊 我从这个码头这里抬着轿子 抬到贾府里不好吗 为什么是进来之后走了一射之地 要转弯的时候放下来退出去换了一帮人退 为什么 为什么 哎非常好 因为说明这个贾府不是一般人可以进的 前边那些教夫等级太低了 是不是 你看后边换上的换上的人叫什么样的人 所以他在这里特意要描写 为什么前面的教夫不描写啊 为什么在这里的教夫说打发了轿子 然后写说哎这个这个教夫们都是穿着什么什么样 没有描写 但是后边这里他告诉你 换了什么样的人呢 衣帽周全 啊 什么叫衣帽周全 就是穿着戴着很精神 十七八岁 很年轻 对吧 小四上来 这才是有面子的嘛 上来 再抬着轿子 重婆子啊 就跟着一起走 这个时候在里面 这些婆子们就没有资格做轿子了 但是在外面的婆子们还是可以做轿子的 发现了没有 这个有点像是什么感觉 就是你从一个经济舱换到了一个头等舱 对吧 经济舱啊 你带着的这些保姆也一块做 但是接下来下一段路只有头等舱了 保姆们就没做了 保姆们就下来跟着 那这个写出来的是什么 当然是写出来的甲府 正极森严 你看到这个时候为止 甲府其实还是没有去介绍你 还是没有去介绍说这个甲府到底什么样 里边人到底怎么着 但是通过这些细节 其实都已经在表现 这是一个超级大家族 而且他的等级极其的适应 然后一直到一个垂花门前落下来 然后这些小伙子就退了 他们也不能再往前走了 对吧 你看又到这一级了 这一级你这个年轻保安们也得退了 也没你们进去的份了 众婆子向来打起脚帘 扶着黛玉下了脚 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 黛玉扶婆子的手 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是一个小公主一样的感觉 对不对 但是这个时候 林黛玉的年纪非常小 我们说了六七岁 进取花门了 两边是抄手游廊 当中是穿堂 然后放了一个紫檀架子的大理石的大插瓶 穿过插瓶 又有三间小小的 又有小小的三间厅 厅后边又是后面的正房大院 就你想这已经连续进了几道了 还没到 正房正面的五间上房都是凋梁化洞 感觉跟黄宫一样 两边穿山游廊相仿 挂着各种各样的鸟雀 两边的这个走廊上 对吧 全是鸟 这时候台阶上坐了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 打扮的很鲜艳 一见他们来了 都笑着迎上来 说才刚老太太还念呢 可巧就来了 下一段就要写谁呢 就是要写这老太太 写贾母 因为贾母是跟林黛玉在贾府当中 关系最近的人 对吧 就是他要去把黛玉接过来 他是这个黛玉的外婆 他姥姥 而且贾母是整个贾府当中 地位最高的人 他的地位最高 所以这个一上来 就马上从这些丫头的嘴里边讲出来 三个字 这老太太 就刚刚老太太还在念呢 哎 来了 然后呢 就有三四个人争着打起连笼 连笼 就是把这个连 这个掀起来 但是你想掀连这个动作 本身很简单 需要三四个人争着吗 你觉得这个细节写出来的是什么 三四个人争着打起连笼写出来的是什么 殷勤 献媚 你这个词用的不太恰当 但是大概意思是对的 说明这些丫鬟们是不是非常的勤快 很勤快的丫鬟 而且是不是带了一点讨好的感觉 对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 又勤快又讨好 哎很好 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的讨好呢 上来叫连忙迎着笑着迎上来 然后说三四个人争着打连笼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黛玉背后 是贾母 他这次来到贾府当中 是贾母让他来的 大家并不是看黛玉的面子 黛玉是谁 大家之前又不了解 又不知道 但是知道的是 看贾母的 所以通过这个事又一部写出来 贾母在这个贾府当中 他的地位有多高 所以后边所有的对林黛玉的好 都不是这冲着林黛玉的 你后边尤其是看王熙凤出场的那段 特别明显 句句表面上在说黛玉 实际都是在对着贾母 我们一会再看 然后一会就听人说 林姑娘到了 果然贾母就出场 贾母出场 大家就会想象说 这老太太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太太 全是多大 结果她只用了四字去形容这个老太太 叫并发如银 整个头发并脚 头发和银子一样 就是雪白雪白的 那这四字其实就写出了贾母的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是他已经很老了 第二个特点 是他非常的高贵 并发如银 对吧 就连头发 整个都像银一样 身上穿的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老太太不用写这个 有人就会你你我觉得你就可以去想说 为什么不去写 老太太穿的是什么 像上一个这个这个脖子挂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脑门上一个什么东西 穿的一个什么袖 一个什么袍 你说不写这个 没必要讲这个 对不对 他整个的这老太太自己是最是最狠的 这老太太本身的身份是最重要的 没必要去通过写他的衣着表现他的尊贵 然后戴玉一看这老太太就知道了 而且后边讲的叫两个人掺着一个老太太迎上来了 你知道这老太太颤巍巍的年纪不小了 对吧 同时感觉这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 戴玉就知道这是他外祖母 没有人介绍 戴玉变知是他的外祖母 你看说明继续说明戴玉是个很聪明 很灵 就是一看立刻就会想 你想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没见过他姥姥 这头回见面 一见面 这小孩愣了巴基的说你是谁啊 这种小孩在今天很常见的 但是戴玉一看就知道这是他外祖母 因为他在前面 种种迹象已经体现出 已经让他明白 接下来如果碰一老太太 他姥姥对不对 方玉拜见 被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 心肝肉叫着大哭起来 这个我觉得人之常情 这老太太见到了自己的 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外孙女 而且是女儿去世了 独物私人 对吧 独人更私人 看着自己的外孙女想到自己的可怜的女儿 然后又有这个亲情 这很正常 一把搂在怀里 就等了很久了 脚心肝 然后大哭 然后底下的反应就有意思 他的哭 可能是基于这种亲情 然后你看下面 当下地下势力之人 无不掩面涕气 地下的势力之人 指的就是那些仆人 大家一起跟着哭 人家是亲情 你是啥 你哭啥 人家的女儿去世了 人家的外孙来了 人家哭 你跟着哭什么 怎么理解 势力之人 无不掩面气体 高高高说气氛组 我觉得说的很好 我觉得说的很好 气氛很重要 是不是 你们去看有一些 有一些高级领导 视察某个地方 一讲什么 大家他一笑 大家都跟着笑 是吧 哎呀 他跟他感到很悲伤 周围就很肃静 他一哭 大家都跟着磨眼泪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继续表现出 贾母在贾府当中的地位 是极高极高 贾母都哭了 你敢在旁边站着乐呵吗 上去抽他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跟着哭 黛玉也哭个不住 黛玉也哭 那你觉得黛玉的哭是什么 这个贾母可能是觉得 哎呀思念黛玉 尤其是思念她的女儿 黛玉 你觉得黛玉是因为什么 你想想这是个六七岁的小孩 到了你到了外婆家 妈妈去世了 外婆搂着她哭啊 周围的人也哭啊 她也跟着哭啊 哎呀我觉得 我觉得啊 我们有几个同学打得就不错 我觉得两方面 一方面是 也想自己的妈妈 然后也是亲情 见到自己的外婆了 是不是一方面也有亲情在这里面 你不是说林黛玉都是装的 肯定有亲情在 还有什么呢 还有想到自己的身世 就是可怜嘛 就好像是你刚被人欺负了 你觉得自己好惨 这时候有人抱了你一把 你哭的哎呦跟个熊似的 这时候你说为什么你哭成这个样子 一方面你觉得可算有人这个同情我了 了解我了 对吧 我觉得很感动 另一方面想到自己觉得自己好可怜 很多时候哭都是觉得自己可怜哭嘛 对不对 这里边有亲情有绅士 过了一段时间 大家就慢慢的劝住 黛玉这个时候才正式拜见外祖母 而这时候他才告诉你 这个外祖母就是世太君 假设假正的母亲 贾府当中的最高级的 对吧 我们前面讲到 初代牧这个死完了 二代牧也都死了 就剩下二代牧的老婆了 这是这个世太君 当下 贾母一一的指着跟黛玉说 这你大舅妈 这你二舅妈 这你仙猪大哥的媳妇 猪大嫂 这仙猪大哥就指的是 仙就是已经去世了 贾猪的老婆 对吧 这是一个李丸嘛 所以这是我们知道了 旁边跟他一起来的 还有这三个人 这个大舅妈是谁呢 就是贾舍的老婆 贾舍之妻 刑夫人 这两个人的名也很有意思 贾舍的妻子 刑夫人 她的老公 姓 姓叫 这个名叫 舍 她的老婆 姓叫 刑 舍就是 赦免 刑就是 当然她不是那个字 但是是同音 就是跟刑罚的刑是一样的 对吧 这刑夫人 然后二舅母就是贾政的妻子 贾 贾政的妻子 贾政的妻子 就是王夫人 然后这个猪大嫂就是贾猪的 贾猪的这个气氛 贾猪已经死了 所以叫仙 猪大哥 叫李丸 咱们敲不出来了 等一下 蛮酷子弟的蛮 在立万 好 这是几代的这个 每一代上的 媳妇都出来了 是不是 这是每代的媳妇 有没有发现 贾猪她本身也是贾家的媳妇 二代的贾家媳妇 带着三代的贾家媳妇 和四代的贾家媳妇出来了 看到了吗 是不是 这个媳妇团 出场 然后 待遇一一拜见过 贾猪又说 请姑娘们来 今日远刻采来 可以不必上学去了 你注意这里 告诉你 贾家的姑娘是在上学的 这里 偷偷的告诉你一句 贾家姑娘是上学的 那这个姑娘们当然就是贾 贾 姓贾的这些人 贾姓的人家 然后大家就去了 过了一会儿 三个奶萌 带着五六个丫鬟 簇拥着三个姊妹来了 这就是贾家的三个 贾府上的四村里边的三个 元春我们前面说 他已经进宫了 那还剩下三个 我们原来说叫元英碳西 对不对 元春 盈春 碳春 西春 元英碳西 那时候元春已经进宫了 所以剩下的三个 就是这三个 然后就开始介绍 第一个 肌肤威风 合中身材 胖嘟嘟 感觉 当然不是胖 这就是说 就是长得比较圆润 对不对 塞宁心力 说这个 塞就是这个脸 像是心力一样 你们见过那个荔枝 刚多出来的那个荔枝 又白又滑又Q弹 对不对 鼻鸣蛾枝 这长得很漂亮 关键是后边这两个词很重要 温柔沉默 观之可亲 这就是盈春 所以盈春的特点是什么特点 温柔沉默 观之可亲 比较的传统 比较的温柔 比较的可亲 对吧 然后话不多 然后长得呢 也是比较圆润的 第二个 削尖细腰 长挑身材 说这第二个长得呀 瘦高个 鸭蛋脸面 俊眼修眉 顾盼神非 一看第二个人就知道这个是探春了 这个小孩 这个女的 她是什么特点 是不是非常的有精神的一个人 有主意的一个人 对不对 如果说第一个是迎春是比较的 中规中矩 比较传统的一个女孩 那么第二个探春 一看就是个有主意的女孩 所以不要以为外貌是随便写的 外貌往往是跟这个人的特点相关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西春 西春太小了 身材未足 形容尚小 反正不介绍了 所以你看第一个是一看就是一个这个温柔的 第二个一看就是一活泼的 而且聪明伶俐的 这是探春 西春还很小 然后说三个人都是一样的装饰 这代表的是贾府的女儿们 黛玉就起来建立 相互认完了 然后又开始说 哎呀 你的妈妈怎么得的病啊 怎么吃的药啊 怎么送死发丧啊 说着说着 贾母又伤感起来 然后就说 我这些儿女最疼的就是你的妈妈 这话是真是假 你们觉得这个话是真是假 贾府说 贾母说 我最疼的这些儿女就是你的母亲 你觉得真的吗 有人说真的 有人说假 有人说真的是因为就这么一个女儿 有人说不一定 真真假假 是吧 假假真真 假作真实 真意假 是吧 好 我怎么理解这个事呢 我觉得 在贾母此时讲这个话的时候是真 平时不一定是真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这个事 你要说他最疼谁 他说哎呀我三个里边就最疼这个贾民 我觉得不是 但如果有这个事的时候 他说出来这句话是真的 就是有时候人在发生了一件事情之后 你比如说这个他这个女儿死了 这个时候他哭了哎呀最疼的就是你 他这个时候真是他觉得因为你失去了 你才觉得多好啊多珍惜啊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觉得说他这个话是真的 也不是说他完全是假的 而是说他在讲这个的时候是真的 但是不管真也好假也好 你要去想一个问题 这句话 他敢在这里这样说 是不是也进一步证明贾母的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贾母绝对在贾府当中没什么顾忌 因为你看啊他的这些儿女旁边全是他的儿女子孙辈 全是这些 他当着所有的人面说我最疼的就是你妈 没有任何的顾忌 第二个就是假母的情商绝对是非常高 因为他在林黛玉的面前讲这个话 跟黛玉拉近这个关系 拉近距离 对不对 我最最疼的就是你妈妈 没想到他现在先走 我的面都没有见到 现在见到你 我怎么能不伤心呢 说完搂了黛玉在怀里边又开始哭 大家又开始跑过来安慰 这提到贾母 提到这个黛玉的妈妈 贾母就哭 这两次了 你注意第三次就有意思 连续出现两次了 说了就把保育又把这个黛玉又搂在怀里又开始哭 大家就连忙的过来 劝慰解释 好不容易半天又不哭了 然后大家一看说 这黛玉这个不一般的 这小姑娘 虽然长得小 年纪小 但是举止言谈不俗 然后一看他长得就很瘦弱 知道他是可能在生病 就问他说你平时吃什么药 所以通过这个 你知道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黛玉 第一次见面就问这个人说 你平时吃什么药 是不是这个反过来 就是从别人的眼睛当中 写出来黛玉的身体有多弱 对吗 黛玉的身体脊弱 为什么 因为大家第一次见他 看见他就问他你在吃什么药 你觉得是个正常人的话 你会见到他六七岁小孩 问他说你吃什么药吗 你们平时谁打招呼 大家打招呼都是吃了吗 吃饭了吗 谁打招呼是吃药了吗 没有人这么打招呼 除非你一看就是个病样子 对不对 所以通过这个你就知道 哎呦 这个悲剧基本上已经定了 这个故事的走向已经基本上确定了 我们前面讲到黛玉的特点 第一 寄人篱下 身世七彩 第二 心思细腻敏敏感要强 好 现在告诉你 身体极弱 那你说他的结局是什么 他的结局必然是 泪尽而逝 一定是这四个字 就是 受委屈 然后最后身体又不好 然后死掉 从黛玉第一次出场 这个结局 其实这个故事的线 就在往那个方向走 对吧 大家就说 哎呀你吃什么药 这个黛玉就说了 黛玉就笑着说 黛玉这时候是笑着说 可以看出这个小孩 情商很高 很厉害 很聪明 对吧 你说一般人六七岁的小孩 你吃什么药 就哭了 从小就吃药 黛玉是笑着说 我自来如此 从会吃饭的时候就吃药 到现在没有断过 请了多少名医都不见效 三岁的时候来的一个和尚 说要带我出家 我爸爸又不让 他说那他一生的病也好不了 除非从此以后不许听见哭声 就是 不准哭 这怎么可能 对不对 一个敏感 细腻 要强 身世凄惨的人 不准他哭 这好难的 除了父母之外 凡有外姓 亲友之人 一概不见 才能够 平安一世 这是不是又是对 黛玉的 未来的一个预言呢 有一天一个和尚 跑过来跟你讲说 你这辈子 做到两件事情 才能平安无事 第一件事情叫做 不准哭 第二件事情叫做 除了你爹妈 其他所有的外姓 亲友 一概都不准见 现在两件事 全部都出问题了 母亲死了 老哭 然后来到了自己的舅舅家 是不是外姓亲友 所以通过这个事 前面这个和尚 其实已经是在给你 给这个林黛玉的结局 做铺垫了 对吗 林黛玉必然不是平安一世的 所以很多人说 曹雪芹只写了80回 后面的20回 那后面的40回 这个高恶续写 把林黛玉写死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把林黛玉不写死 不可能 不是说我说不可能 是因为 从一开始黛玉出场的时候 你如果会读这本书 你自己会动脑子去想 他从一开始 就已经给你不停的 在扑林黛玉未来的结局 对吧 那林黛玉为什么要讲这个 是不是就是 其实借林黛玉的口 告诉你他的结局是什么 然后说没人理他 如今还是吃人参养容碗 吃的是人参养容碗 然后贾木就说 好 我这正好再配 让他们多配一聊就行了 话还没有说完 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 说我来迟了 不曾迎接远客 这个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出场 你看所有的前面其他人的出场是什么 都是样子先出来 是吧 然后来了三个人 第一个长什么样 第二个长什么样 第三个长什么样 然后再相互认 然后再一起聊天 唯独 这个地方的出场 所以这个人还没出来 先听见后院 而且是后院里 不是他在 他到了这 他是在远处 院里边在想 而且老远就开始说 我来迟了 不曾迎接远客 这句话是跟谁说的 是跟屋里的人说的 说白了就是 这个人还没进屋 就已经开始在院子里边喊了 笑着喊着说 我来迟了 不曾迎接远客 前面我们讲 这个贾府当中是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感觉 等级如此的森严 森严到 你进来的时候 走了一段 不好意思 你已经没有资格 接着往前走了 给我换一批人 然后换一批人 走到这样 你也没这个资格进去了 大家都给我走进去 对不对 等级森严到 贾母在哭 旁边人得跟着 跟着流眼泪 不流眼泪就抽你 是吧 无不掩面提起 然后大家一看贾母哭 大家就得跟着哭 贾母哭了一会儿 还得赶紧过去安慰 说不能哭了 不能哭了 哭伤了身体 就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森严的地步 突然间出现了这么一人 但老远就开始笑着 吆喝着说 我来晚了 来晚了 这个人还没出来 我们就已经知道 这个人的地位一定不一般 他在贾府中的地位 极其不一般 是不是 很好 很多同学都已经反映过来 这个人的地位绝对不一般 一个地位一般的人 谁敢这么干 而且你在看他讲的这句话 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这句话是在讲什么 是在自己说自己 自己怪自己 对吗 对吗 所以这个人的 情商是极高的 我们用一句 一个词叫八面玲珑 一定一看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 上来就开始说 我的问题 就出来 所以这时候黛玉 自己在想说 这些人 个个脸生摒弃 说我进了这个贾府里边 就没见到一个敢 喘出气的 没想到出来一个 不但喘出气 还在高声 还在大笑的人 说这是谁呀 这么放弹无力 太可怕了 这谁呀 这么嚣张 那正在想的时候 只见一群 媳妇丫鬟 围拥着一个人 你看这个人的地位 又出场 又出现 一群人围着 众心拱跃 对不对 从后方门进来 说这个人 打扮的跟众姑娘不同 既不同于前面的贾府的女儿 也不同于前面的贾府的媳妇 因为他已经见过贾府的媳妇了 你说年轻一代的媳妇 李丸我也见着了 老一代的 三代墓里边的 这个行夫人 王夫人我也见着了 是吧 然后女儿们 这个姑娘们我也见着了 他说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这个人彩袖辉煌 恍若神非仙子 打扮的特别特别的漂亮 你要知道在贾府当中 这些女孩打扮漂亮是可以的 但你不能嚣张 你不能打扮的太过了 但是就是你不能说 所有人里边 我一看就是那个最怎么样的 是不能 唯独 唯独 进来的这个人不同 他说 哇 彩袖辉煌 黄若神非仙子 然后就来了一段描写 有什么 这个这个裙边又记着什么样的 斗绿 公韬 双鱼 笔木 玫瑰配 就一大堆 这个是用来形容什么呢 极力的形容 他如何彩袖绘画 就是你能够想到的还或者你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美的华贵的雍容的东西都在这个人身上出现 所以我告诉你这些地方的写作绝对不是去的 你想如果我把这一段去掉 恍若神非仙子 头上挽着个很漂亮的鸡 然后玩是有一个有一个拆 脖子这里带了一项圈 是吧 裙子旁边寄了一个玉佩 你这个就没有办法去形容他的那种 滑跪到了极致 但是在曹月琴的笔下 这样去写 感觉好像所有的毫不这个叫什么毫不掩饰 对吗 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 极尽 找不着这字 富丽堂皇之能事 就是说他已经尽可能的把你能想象到的 所有的富丽堂皇东西都给怼上去 我告诉你在 戴玉进贾府这段里面 只有两个人有这样的险 其他这么多人都出场了 没有其他人都没有这么险 只有两个人这么险 一个就是现在来的这位 当然大家知道是谁 就是王熙凤 还有一个人是谁 就是后面的贾宝玉 为什么只有这两个人是这样去写 为什么只有这两个人是写他们 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 懂了吗 为什么只有他俩 因为他俩重要 其他人不重要吗 我们前面写了 告诉你了 就是我堆着一大堆词进来 我不是为了向你显摆说 我会写这么多词 而是说我告诉你 我能够想象 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所有的装饰的 富丽堂皇东西都已经在上面了 他身上穿的呀 哎呦 我就简直不能再加东西 那为什么要这么去写 哎对了 这两个人是贾府当中 位置很高的两个人 他们不需要掩饰 他们可以把所有的宠爱都明着拿出来 我不用去顾忌 一个是王媳妇 这个人非常泼辣能干 在贾府当中 基本上就是新一代主事的就是他 对不对 而且上上下下打点的特别好 要敢说硬话 敢说软话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他不需要 还有一个就是贾宝玉 贾宝玉是受宠 王兴凤是能耐 就这俩人 极尽富丽堂皇东西 他要告诉你说头上带着什么 打下挽着什么 然后向下什么 裙边什么 身上穿什么 外边罩着什么 下面罩着 一大堆 把这个写出来 然后再告诉你说这人长得也不一样 一双单凤三角眼 两万柳叶 这个叫吊烧梅 身凉苗条 体格风骚 后边这句话很重要了 叫做粉面 寒淳 微不露 粉面寒淳就是告诉你说 哎呦这人一看 一团和气 但是后边有三个字 微不露 微不露是不是没有微 不是 看着一团和气 是不是这个人不狠 不是 他明着告诉你 是狠 但是不让你看见 所以这个王熙凤这个人 在这里边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 所以我在前面跟你们讲 说王熙凤这个人 真可惜呀 对吧 真可惜 王熙凤 这个熙凤啊 就是这两个字 他要是个男的就厉害大 可惜他也只是一个女子 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家族的名字 这个人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 改狠的时候非常狠 然后呢 又能够上下他打点的特别好 粉面寒淳微不露 这是一句 第二句叫单纯笑 为起笑先闻 说嘴还没有开 先听见 没刚才讲话先听见他笑了 按理说笑这个东西 应该是由心而发的 对吧 但是王熙凤因为八面玲珑 所以他讲话之前 他是一直带着笑的 他能笑着弄死你那种感觉 就是什么都没干 笑声先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王熙凤的出场就出现了一个能人 就出现了一个特别能干的人 王熙凤 黛玉连忙起身接见 黛玉这个时候 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他也在想这个人是谁 但是当他 远远的听到这个人 在后院里边就开始笑 就开始喊 白事一进来 一堆人 围拥着他 白事他又穿着 跟个神非仙子一样 林黛玉这个时候用了两个字叫连忙起身接见 我可以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林黛玉这么聪明的人已经知道什么 就是这个人一定是贾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对吧 其他人他就没有连忙 这时候他连忙起身 看出林黛玉很聪明 贾母笑道 贾母不但没有生气 你通过这个你就能看出 王熙凤把这个贾母吼的是死死的 你按理说在一个这么 这个等级森严的地方 对吧 你这么不守规矩 大老远的笑着就来了 结果贾母一点不生气 贾母还在笑 贾母说你不认得他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poop people who 谁都管不了他 南省的俗称叫辣子 你就叫他叫凤辣子就行 是不是 就感觉贾母对这个王熙凤的态度 跟对所有人的态度是不一样 对所有的人都是 他都是有威的 唯独对王熙凤 感觉他是慈爱的 好像他身上的缺点都是优点 对吧 就打情骂窍了说 哎呀 他我们这有名的poop who啊 你叫不叫叫凤辣子 所以你通过这句你可以看出 贾母对这个王熙凤是很满意的 但遇也不知道怎么称呼 那我总不能真叫凤辣子吧 对吧 然后众姊妹都忙着告诉他 你看贾父里边各个都是人精 各个都是人精 就是这些姐姐们马上也就意识到说 他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连毛告诉他 这是连嫂子 贾连的老 这贾连就是贾舍的儿子 他大舅的儿子 对吧 但是这个王熙凤呢 为什么在这里边 左右逢源呢 他后边告诉了你一句 他说黛玉虽然不认识 但是也曾听见母亲说过 你看这个是不是又出现了 我前面给你点过一次 听见母亲说过 这里又有一个 也听母亲说过 大舅贾舍的儿子贾连 娶的就是二舅母王室的内侄女 也就是说王熙凤 是这个王夫人 王夫人不是嫁给贾政的吗 是王夫人的侄女 也就是贾宝玉的妈妈是王熙凤的亲姑姑 是吧 所以你就知道王熙凤为什么这么在贾府当中上上下下 吃得开啊 方方面面的原因都有 既有他自己的能耐 又有他的背后的后台 他的后台很硬 你贾府当中 龙国府里边不就是一个贾舍 一个贾政吗 结果贾政家的贾舍家的都在王熙凤这 他自己是贾舍家的儿媳妇 同时呢 他的亲姑姑又是贾政的老婆 所以这个王熙凤在这里边绝对是一个吃得开的能人 通过这个我们就能看出来 黛玉就盲陪教见礼 以扫乎之 然后你看王熙凤后面的做法 王熙凤是拉着黛玉的手 这个表示什么 拉着黛玉的手表示什么 你们平时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拉着别人的手表示什么 哎呀很好 是不是表示亲近 对吗 但是你仔细想想黛玉跟他有多亲吗 黛玉跟他在这里边并不亲啊 至少没有那三个亲啊 对不对 他就是要表示亲近 上上下下细细的打量了一回 前面出现那么多人 为什么其他的人不是拉着黛玉的手 上下的细细的打量 你觉得这个动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上下细细打量是个什么动作 讨好老太太你要上下细细打量吗 我换一个场景 你们去体会一下 比如说 有一个外国的公主来到你们学校参观 你会不会拉着他的手上下细细打量 会不会 不会 为什么 上下细细 对了 上下细细打量 一般情况下是一个位置高 对吧 或者是一个长辈对晚辈是怎么干的 你见谁 国家领导人 国家这个元首 或者是外国的什么公主 来了之后 你还当面上下细细打量别人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通过这个事 你其实能看出来 这个西凤在黛玉的面前 是有谱的 摆着这个谱的 他的地位是很高的 黛玉就是一个远道而来的 寄人篱下的姑娘 要不是看在老太太的面上 对吧 甲府当中可能大家不会对他怎么样 所以这个西凤呢就做了两个动作 一个动作是拉着他的手表示亲近 另一个动作是上下细细的打量他 其实这是有点傲慢的态度 对不对 有点傲慢 然后就把他送回去 你看送到哪儿去呢 送至贾母的身边 送回到老太太那儿去 笑着说 天下真有这样标志的人物 我今儿才算见了 人家长得真漂亮啊 这是第一句 这句是感觉是夸林待遇的 对不对 那你看后面 况且这通生的气派 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 竟是个嫡亲的孙女 后边每句 他夸林待遇 每句点的都是老太 哎呦 你看真好 简直不像是老太太的外孙 这跟老太太的孙女一样 所以这个句子一出来 你觉得前面这句还是在夸林待遇吗 已经不是在夸林待遇了 已经是在跟老太太套近活 对吧 长得真漂亮 哎呦 简直就是您的亲孙女 这感觉这么漂亮 这肯定随你的 是不是这感觉 而且同时这个句子里边 其实你可以仔细去体会啊 他话里有话 话里有话是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句子点出来了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你只不过也是外孙女 你不是人家低亲的孙女 就是王兴凤的这个话里边的信息量是很大的 就他很会说话 他一句话出来就是又一方面给你感觉拉近了 另一方面感觉该点醒你的 你不要嚣张 对吧 该点醒你的又点到了 然后第二句说 怪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 你看又往这个老太太身上扯 三句话不理老太太 然后接下来说 只可怜我这妹妹这么命苦啊 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 又点到了老太太的女儿 是吧 每一句都是在点老太太 说着就开始用手帕擦眼泪 前面他在干什么 笑 看到没 接着又干什么 擦眼泪 通过这个你有没有看出来 王熙峰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不是八面玲珑啊 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啊 影帝对不对 影后啊 然后但是这个后边这第三次 按照前面的惯例来讲的话 你想第一次是贾母自己碰到 看到林黛玉 哎呀一把路过来就开始哭啊 想到自己可怜的女儿了 第二次是聊着聊着自己女儿的病怎么死的 然后又开始哭啊 又开始把她漏到怀里 哎 那是搞笑的事情出现了 第三次提到这个女儿的时候 贾母没哭 贾母反倒笑了 我猜好了 你倒来招呼 你觉得这个地方写的奇怪吗 你去写会不会写贾母又哭了 我猜好了 你倒来招呼 为什么这个时候贾母是笑的 或是哭的 为什么这时候贾母是笑道 为什么 有人说因为贾母对王西方很熟悉 所以呢 所以他就笑 对王西方很宠爱 这个时候你就要明白 王西凤这个时候是想引贾母哭吗 他是想让贾母伤心吗 对了 王西凤根本不是为了让贾母伤心才提的这个事 王西凤是为了表现对贾母的在乎 才提的这个事 所以他讲这个话是非常有艺术的 他首先是笑着讲出来的 说哎呦真漂亮 哎 简直就是您亲孙女 对吧 哎呀真可惜啊 这些姑妈 这些的妈妈怎么就去世了呀 哎呦 说着自己开始哭 就这时候其实他是在逗贾母 同时又表现出 我不是不关心 我是心里还挺难过的 这一点你就能看出来 王西凤这个人 真的是好厉害 一般人搞不定的 所以贾母根本就没有伤心 这是王西凤根本不是在催他伤心 说你还记得吗 你有个女儿她已经死了 不是在讲这个的 所以贾母就笑着说 就他点了一下 主要是哄他开心的 贾母立刻就被逗开心了 哎呀 你看我猜好了 又来招 对吧 笑着说 你妹妹远路才来 身子又弱 才劝住了 不要再提了 戴风听了 联盟转杯为喜 你看 先是笑 然后又哭 然后立刻又笑 可是 我一见妹妹 一心都在他身上 又喜欢又伤心 忘记了老祖宗 该打该打 你看 他这句还是说我所有的 王西凤所有的这些话 指向了一个人 老祖宗 你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点 为什么这王西凤这么厉害 他在贾家上上下下打点的都都被他收拾的服服帖帖的 首先这个贾母就被他笼络的团团转 是吧 就是每一句都是拍在这个贾母很舒服的地方 哎呀 你看过 该打该打 又把老祖宗给忘了 然后联盟又拉起戴玉的手 然后又开始表示亲近 说妹妹几岁了 上过学没有 在吃什么药 在这不要想家 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 只管告诉我 这个句子 证明什么 他在向林戴玉 表示 我是贾府里面管事 对吧 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 告诉我 下一句 丫头老婆们不好了 也只管告诉 我不管管事 我还管人 所有的事 贾府上上下下 人事我来管 然后又回过头来问这些婆子们说 林姑娘的行李东西搬进来了吗 带了几个人来 你们赶紧打扫两间下房 带他们去休息休息 说完了 就已经摆上茶果 亲自捧茶捧果 你看这地方就去表现西凤的八面玲珑 表现王西凤的这个能感 对不对 这时候呢 二舅母就是这个王夫人 王夫人就问他说 月钱放完了没有 这月钱就是每月的工资 工资发完了没有 发完了 刚才带着人到后楼上去找段子去 找了半天 没有找到您说的那样 想是您记错了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为什么王西凤来完了 因为王西凤去找绸缎去 为什么他要去找绸缎 因为昨天王夫人让他去找一个绸缎 通过这个你就知道 你觉得王西凤是真的把黛玉来的这件事情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吗 并不是 是不是 西凤并没有真正的觉得黛玉来到贾府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是的话 你还找什么东西啊 你先在这老老实实的等着啊 结果他去找东西 完事告你说我没找着 完事来的时候也不当会说 哎呀 我来晚了 来晚了 就这样一个人 然后这个王夫人就说 有没有不要紧呢 说你而且既然提到了有有这个绸缎对吧 王夫人就说那你应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去裁衣衣 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的妹妹去裁衣衣 这个地方也告诉你啊 大家其实在心底里边并没有很重视待遇 如果很重视待遇应该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特意的 去搞几个绸缎 对不对 然后说等晚上醒了再叫人去拿吧 别忘了 王媳妇说这我要是料着了 我知道妹妹会这两天到 我已经预备下给她了 等太太回去过了幕号送来 你看王媳妇虽然他自己对下面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威风 但是他对上边的人 比如说对王夫人 对他的姑姑 因为他的姑姑本来是贾政的这个妻子 他是王媳妇进来之前管家的人 他对上头的王夫人 对贾母 那是笼络的非常的客气 他贾母叫老祖宗 对吧 各种讨好 对王夫人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 等您过了幕 我再送我来 看出来了王媳妇的这种精明了 而非常精明和势力的一个人 王媳妇 这就是我们说读这个《红楼梦》 你要怎么去读 不是说咱们把这个故事看一遍就完了 就你要去想 他里边怎么去写的这个每一个人 表现出每个人的什么特点 下一段后边的 大家今天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这是第二周和第三周的 后边就是有宝带出会了 就宝玉和戴玉 戴玉进了贾府之后 第一面并没有见到宝玉 这宝玉出去了 就还愿去了 还没回来 晚一点才会见到他 所以后边就会告诉你 戴玉和宝玉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样子 大家回去之后就可以自己读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周我再跟你们一起继续的读 那么最后说一下第二周的读书任务完成的很好的同学 我们说用你自己的语言写一段对戴玉的描写 当然这个是宝带出会的时候的一段 所以我先放在这里了 我们下一次的时候还会继续讲到 我们看看大家写的 第一位同学 宝玉仔细端详待遇 只见他两弯丑眉四处飞簇 眼睛四喜飞喜 寒情甚多 面上忧愁 尽显于两叶之上 娇娇弱弱 仿佛多病产生 这写的很好 就把那个林戴玉的那一段 这一段 对吧 就两弯四处飞簇 拢烟眉 一双四喜飞喜 寒情目 太生两叶之丑 娇习一身之病 这个都给描写出来了 后面说 泪光迭点交喘微微 闲静时如浇花照水 行动处 似若柳浮风 他说这个安静 说眼旁有泪光微闪 轻轻喘息 也尽显娇弱 就说林戴玉感觉 整个人就是一直好像要哭一样 然后非常的娇弱 对吧 安静闲适的时候 如同一朵照应在水中的花朵 水中花 柔弱美丽 朦胧 走出来的时候 又像是刚出芽儿的柳树 风吹浮动 楚楚可怜 说他非常的聪明 同时身体又非常的娇弱 写他聪明美丽 但是又身体不好 对不对 这写的很好 然后第二位同学 沈阳呢 说这个 腾腾的 说这个宝玉 仔细端详 待遇 两道弯眉 腹在脸上 乍一看 好像微微皱起 细细端详 却是五月的柳枝般 舒展开来 一双清亮的眸子 映出人眼 像是在忧愁 眼底又一抹欢喜 整个人像是被淡如水的伤感所笼罩 不像是打杂的侍女 那么暗等无光 又不像 又不敌位高权贵的小姐 那么光彩照人 她是那样的恰到好处 助力凝望时 如点点浇花映照在水面 勤走时 如枝枝若柳 伏风百游 写得也很好 但是在这里面讲到的是 待遇 他主要表现待遇的特点是 恰到好处 就是 这个 同学 他主要去表现 第三位同学呢 是相当于黄子诚 原创了一个 对吧 就是写法 原创了一个写法 就是把 宝玉眼中的待遇 重新写了一遍 我觉得写得很有文采 眉心传戴 莫风鸾 鹅角藏浅 应该是 眉心传戴莫风鸾 断句断错了 鹅角藏浅淡情书 两眼流波 炼焰珠光 银两夜 一生还泪 缠绵疾病 在一身 但是你这个写法呢 其实就已经 这个 已经是超出宝玉的视角了 已经站到了作者的视角上去写它 是吧 平栏忘水 当风一惊 带得起 离恨躯体 离恨天 上一次讲的 静作读书 通明灯火 照不亮 降诸妆容 牧师前蒙 如曾见 金玉良远 奈若何 这写得很好 黄泽成这个写得很有文采 回去之后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想 这是你想象中的这个待遇 当然我刚才读到的一个同学呢 你们写到的主要是 待遇的外形特点 但其实原来这段里面 不仅仅写了外形 他其实把这个人的性格 已经在这里边有所透露 我们去写外貌 还是为了表现人物的内在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 你心目中读完这段之后 你心目中的林黛玉 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然后通过你这个描写 把它表现出 今天我会给你们留一个任务 就是让你们去写 在第三回 因为我们第二周 第三周读的都是第三回 在第三回 黛玉进甲府 保代初会这一段里面 你自己印象最为深刻的 或者你感触最深的一个人 写一段对他的分析评价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那么我们下周再来继续 拜拜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